你要我改變 你為什麼不直接跟我說你要用這套方式 我說過無數次 但你顯然沒有聽進去 性格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然而環境卻能夠激發一個人的潛能 為了給你們三個人一個改變的機會 所以我安排了一個 假破產的計劃 曉雲 你曾經用錢去買很多的東西 而這些東西大部分都不是你需要的 你只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填補你內心的空虛和不安 你心裡面很清楚 這不能夠帶給你真正的滿足和平安 曉諾 我希望你成為一個腳踏實地 有志氣有擔當 能夠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的男人 哪怕是沒有爸媽的避應 你也可以過得很好 所以你設了一個局 三個孩子當中 你最讓我擔心 我讓你擔心什麼 你沒有自己 你沒有自己 什麼意思 你在乎你的工作 在乎里程 在乎我們家人 但就是不在乎你自己 我這樣錯了嗎 小偷 你爸爸 你爸爸這樣做完全是希望你們能夠更好 站在一個父親的立場 你錯了 追求你把李承賣給陸敬舟 我還沒有真正賣給他 我跟陸敬舟還有一個協議 什麼協議 如果他能夠在一年之內改變你 讓你的生活裡面不再只是工作 不再為了利益犧牲自己的幸福 那麼到時候 李承就真正是他的 你讓我改變你為什麼不直接跟我說你要用這種方式 我說過 無數次 但你顯然沒有聽進去 我知道如果我不這麼做的話你永遠不會改變的 我為什麼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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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傷害過了誰 你傷害你自己啊 我原本很好的 自從你宣布破產之後 我要去低著頭求別人 我換來的只是嘲笑跟背叛 但是沒有關係 我為了想回到李承 我去九路敬舟 我低身下界去當克服 我低身下界去當他的秘書 這件我一人了 到底你知道為了什麼嗎 因為李承是你辛辛苦苦一手創造的 我不希望你這麼做 這原本就是屬於我的東西 你卻讓我吃這麼多苦 發出事 我這樣看錯了 早上開始 嗨 幸好 給輸球吃光 眼看啊 眼看啊 漫漫漫漫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柏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柏蘇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音藝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一潔 不要 一直覺得 秀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歌了 快了